不给大合同就只签一年,16加7猛将与火箭陷入谈判僵局,目前火箭队的阵容名单已经远远超过15人,但是真正得到保障的,只有12人而已,再算上周期,也不过才13人确定而已。 这就意味着,火箭队还有两个名额空间,那些非保障训练营合同的,要么会被裁员,要么会去毒蛇队,要么能征服火箭成功流队,然而,值得球迷关注的一个重点,却并不在这个地方,而是梅尔顿,梅尔顿目前的状态就是不给大合同就只签一年,与火箭陷入僵局,莫雷要怎么办? 作为火箭队在18年选中的一名二轮修,梅尔顿的顺位并不高,但是在夏季联赛中,梅尔顿展现出了非常高的潜力,尤其是防守能力出色,在夏季联赛中,梅尔顿一共出战了5场比赛,场均16分吸蓝板4助攻的水平,另外还能场均送出3.0抢断,表现非常亮眼,之前有消息称可能梅尔顿会成为交易安德森的筹码, 也是让不少球迷大呼可惜,不过目前并未成真,然而至今,梅尔顿依然没有与火箭队搭成签约,看看18年的其他新秀,很多都已经和球队搭成签约了,状怨爱顿更是拿到了自年4000万出头的高薪,年均1000万的水平, 而梅尔顿为啥还没签约呢?不少球迷认为是火箭队会有后续操作,其实大家都错了,并不是火箭不和梅尔顿签约,而是梅尔顿要假太离谱,梅尔顿对于自己的实力非常相信,不甘于拿超低薪水的合同,向火箭队提出了大合同的要求, 也就是至少要年均几百万的水平,只有几十万一百万是不愿意的,如果火箭队不愿意提供大合同,那么梅尔顿就只愿意签一年短约,等到名下再寻求大合同,可以看出,梅尔顿对于金钱的追求是非常执着的,这里有必要说一下新秀工资的问题,新秀工资标准中,首轮秀一般是签约四年合同有个别例外, 但是后两年都是球队选项,也就是所谓的二加一加一合同,这可以保证球队根据球员表现选择,是否提前续约,以及提前一年还是两年,以便留下核心,但是对于二轮秀,并没有明确的规定,签一年,两年或三年都行,比如14年的四轮,二号秀麦克丹尼尔斯,当年就只签了一年新秀合同,51万工资, 四年拿到了两年670万的续约合同,梅尔顿现在是铁了心要大合同的,不给大合同就只约签一年合同,但是对于火箭而言,也能看清梅尔顿的潜力,自然想超低新长约签下它,争取多用几年,就像以前的帕森斯,帕森斯是11年的38号秀,顺位比梅尔顿高, 但是生涯前三年年薪分别被85万,89万以及93万,用了三年之后火箭就放弃了帕森斯,梅尔顿与火箭对双方追求目标的不同,导致谈判陷入僵局,这就考验莫雷了,莫雷要怎么办呢,如何才能合理的处理梅尔顿呢? 感谢观看